人生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需求 投资工具也会跟着改变 比如说你是小支族、三明治族、借退族或是退休族 随着你身份的改变 投资工具也会跟着有不一样的变化 像年纪长一点的朋友 可能就不太适合太激进的商品 古瑜老师今天就要跟我们分享 在人生不同的阶段 我们可以投资怎么样的ETF 帮我们人生更有利 HELLO 大家好,我是Sharon HELLO 大家好,我是古瑜老师 老师我想问一下 像你这种成功人士的代表 你在结婚前、结婚后生小孩 还有像现在半退休状态 你的投资工具还有投资策略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变化? 当然是完全都不一样的 你看你在人生不同的一个阶段里面 你能够承受的一个风险 以及你跌倒之后再站起来的能力 那状况是差蛮多的 所以说像你说你在结婚前的话 可能就是心态上会比较想要多充斥一点 比如说想要累积快一点 可能会比较偏向风险属性高一点 可是当你结婚之后 你就会发现结婚之后不能乱来 你是有责任感的 是不是 当你有了责任感这种想法压在你的肩膀上的时候 其实你的投资的那种动作就会变得稍微小一点了 那像老师现在的话已经离开那个公司了 基本上现在在外面自由自在的跑来跑去的 那当然我们现在在整个投资的一个配置跟组合上面的话呢 跟在工作的时候就会更加的不一样了 那像我们可能我们在工作的那个时候的话呢 我会比较倾向于是说 我怎么让我手上的部位可以在短时间内做比较高幅度的一个成长 可是呢像现在我们从职场里面离开之后啊 其实我们现在想的话呢就 比较不是偏重在怎么样做大幅度的一个成长 反而呢我们比较偏向在说 诶怎么样去保护我的投资部位 以及呢在投资部位里面的话呢 怎么去创造更多的一个现金流进来 反倒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从老师本身一个例子来看 你在人生的一个不同的阶段 你的想法一定是会变的 所以我们就变成说你在不同的想法里面 你的投资的做法改变 那你能够使用的一些工具的属性 自然也都是要跟着变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投资这件事情的话 它就是一个滚动式的一个检讨嘛 你不可能一成不变 也不可能说有一个方式可以让你一次吃到尾 没有啦基本上没有这种东西 要适时的来做一些调整 嗯 老师刚刚说你在单身的时候做的比较激进 比较冒险一点 你的冒险是会玩到期货这种杠杆型的商品吗 呃 期货这个东西基本上我们对期货比较没什么兴趣 那你的风险是哪一种类型的投资 我们的风险的话可能就是买一些转机股啦 或者是说呢一些像全正型的商品啦 当然我们有几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先弄清楚的 其实现在投资人在市场里面 你能够接触到的工具非常的多 那可能比如说像什么什么什么奇货啦杠杆型的商品啊 权证啦或是说像杠杆型的ETF啊什么正一正二反一反二的 其实现在的商品是很多元的 可是在老师主要投资的那个年代啊 可能这种投资商品没有这么的多 那今天这不是才五年前吗 什么五年前你们有帮帮忙 我在市场里面投资已经超过二十年了好不好 因为老师保养的很好啊 为什么今年才25岁 真的非常的好非常好 那个我们在市场里面这么久的一段时间的话 那其实像个股期货啦 指数期货的话呢 在早些年的投资比较不是这么的方便 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去碰这样子的一个商品 所以呢我如果要拉高我的风险的话呢 可能就比较会偏向在一些什么短线交易啦 转机股啦或是在全证交易的这一块 把我的风险的属性给拉高 所以未上市贵股票也是你当时的选项吗 未上市贵吗 哦未上市贵以前要去做投资的时候 那个风险太大了 所以呢我从来没有去买过未上市贵的 甚至连新贵我都没有碰过 因为像以前要去买未上市贵跟新贵的话 你要透过那个未上市的媒合公司去做撮合 然后撮合之后的话双方坐下来见面 然后呢要去签一个那个转让的合约 所以像以前那种未上市市场的一些 跟新贵的交易的话呢 感觉上就是一块处女帝一样 就是大家都在里面冒险 可是完全摸不着头绪 所以刚刚有分享说你在单身的时候会玩一些转机股风险高一点 那你结婚之后就趋于稳健成长又是算哪一种类型的股票 没有我们就比较偏向在大型股的这一块了 因为你看嘛你如果今天你要活泼乱跳的话 你是挑一些中小型类型的股票嘛 那中小型类型的话就遇到一些什么 营收成长啊题材成长之类的 那个股价很容易就飙一波啊 可是你如果是大型股的话 其实他不太容易说因为有一个题材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涨幅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在状况上是比较不一定的 所以我们会讲说你如果要求稳健一定是买 所谓的那个中大型的股票无助啦 像后台台西店这种的 对对对像这种的话就是属于那个很大型的股票 所以你也不用期待说他会不会遇到说什么短线立刻大幅度的飙涨 各位啊你应该什么叫大幅度飙涨 你如果在前一阵子有投资那些什么生计股啊 每天拉涨停板 每天拉涨停板 好像坐营销飞车喔 对然后每天跌的时候也是每天都是跌停板 好像下地狱 对不对 有没有这样子上上下下这个才叫做超大的一个坡幅 可是你买那种大型的龙头股 你有没有发现了 你要看到他 涨 一根的涨停板都非常的罕见 真的 非常罕见所以我们想讲说 也许你觉得那种大型股的那个涨跌幅很惊人 那代表你没有玩过中小类型的股票 你有玩过中小类型的每天涨停要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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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停 涨停要 那老师你现在就是半退休状况你说 做法又跟婚后那种稳健 然后投资大型股又不一样 现在又投资哪一种类型 现在的话呢我们就会在那个债券的 商品的一个比重的话就会拉的比较高一点 那可能像我们早期在做投资的时候 一开始可能是股债的配比的话大概是 八二吧 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把它拉到 在接近大概五五的一个程度了 那就是我们希望说在 整个资产部位的部分的话呢能够尽可能的保持一个稳定 的一个 增长然后又能够有一定的现金流进来 这样子就可以了 了解 那一般投资朋友可能不像古鱼老师有这么 专业的一个知识 然后又 这么多年的丰富的一个经验 所以一般投资朋友在他们是单身或是有家庭 然后要退休的时候又可以怎样做选择 选哪些ETF呢 我们会跟投资朋友讲一个很重要的关联 你有没有 想要花时间去做选股 其实我在这个投资的过程中发现很多投资朋友都 很有趣你知道吗 他呢 想要投资 然后呢想要呢 直接到市场里面去买个股 可是他从头到尾根本不知道这间公司到底在干嘛的 是圆的是扁的是瘦的都不知道 然后呢 财务能力好不好也不知道 更麻烦的是 他根本不想花时间做研究 在投资市场里面的话 常常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就是 你想要投资 可是你却不知道自己在买什么 那你要怎么去减少你犯错了一个机会 我们会给你一个很良心的建议 你就直接去找ETF就好了 因为ETF本身呢 他就是一个 投资组合的概念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可以大幅度的去减少 你在单一个股 犯错的一个几率 因为我们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你如果在个股上面犯错 你有可能会赔光 你会赔光 因为 公司是会下市的 各位知道吗 公司下市的话呢 你手上的那一档 个股 他的股权就只是一张的废纸 没有 废纸是以前的 我看现在连纸都没有了 现在的话都电子化了 连纸都拿不到 对不对 人家以前拿到废纸 至少还可以贴在墙壁闽怀一下 以前干的蠢事 你现在连 闽怀的机会都没有了 是不是 可是你买ETF的话呢 他会不会因为 单一档个股犯错就不见了 不会 因为他 按照策略的话 他会 持续针对成分股来做一个转换 所以你不太会因为一档 个股有问题 所以你整个ETF就翻盘了 不会 好那如果今天讲个比较严肃的问题 ETF会不会下市 会 ETF他会下市 可是他下市的原因的话呢 通常 两个 一个的话呢 是净值过低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是流动性太差 那这两个原因的话呢 都会促使 他 会有下市的一个风险 那 特别是呢 主管单位发通知函的时候 那那个 发行单位的话 他必须去考虑 他要不要继续做发行的动作 还是让他去做一个下市 可是 他的下市跟个股有个地方不太一样 个股下市就是一张壁纸 价值归零 可是呢 ETF如果 清算下市的话 他是可以拿到他的净值 比如 我们今天讲的 实际点问题 假设你今天买0050好了 如果今天 突然发行 公司的话呢 跟他讲说 我申请清算下市 那 投资人会不会觉得说 0050清算下市 我0050的部位就变成零了 不会 因为他的净值就是 他的净值的话就是100多块 所以你就会拿到那100多块回到你户头里面来 所以这是你投资ETF跟投资个股 很大的一个不同 你犯错的几率 大幅度的下降 喜欢更多骨鱼嗨什么影片的投资朋友 欢迎帮我们按赞分享 还有记得订阅 还有开启下面小铃铛 谢谢大家 拜拜